HELLO 各位觀眾大家早上好 歡迎你又回來我這個頻道 話說上星期五在直播最後的時間 我就跟大家預告過 我們是會去萬福路吃煲仔飯的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一部13路公交車 我現在公交車已經差不多到萬福路 前面是大南路和北京路的交界 我們正在轉進來文明洪路 看看星期五的下午 現在開始亦很旺 見到剛經過消防局 一經過消防局 我們就差不多到市一宮 我記得我以前常去試一宮看電影的 但現在就 一來沒有那麼多人看電影 二來呢 他相對坐得沒有那麼舒服 好,那話這麼快 我們就來到文德路公交車總站 就在走前一點點 我們就會在這裏下車的 文德路總站 十三路同時要 看看現在還有很多人等車 我們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去到萬福路 話說今天我們去到這個餐廳 叫做萬興 我不知道從何時開始 我已經留意到他 和經常會過來這裏吃東西 但通常我過來這裏 都是會在秋天冬天的時候 就確實是會比較少 在夏天 因為這麼熱的時候 過到泥 大家看見現在是 廣州一年裏面 應該說是最熱的時候 還好 今天我們過到泥 不算太熱 萬興煲仔飯 話說他以前 是叫做萬興小食 就好像是 我從他改了名叫煲仔飯 開始就經常在這裏吃的 我們看見 即使是全年最熱的時候 來到中午吃飯 這個中素 也都是會有很多人 來到光顧的 那他這裏是比較特別的 他是沒有冷氣的 是啊 只是靠一把風扇頂當的 不過大家看見了 哇 這排隊都不少人 如果來到冬天的時候 你晚了 是真的沒有飯吃 沒有對牌 現在夏天 稍為會好一點 好啦 那我們點完餐 我們快點進去 那位置先 以前他這個店 就只有外邊這兩個位置 不是很多位置的 要坐在他的爐頭旁邊吃飯 所以為什麼冬天過來 就非常好 但是來到時至今天 他生意也都越做越大 也都遭用了 我們現在坐在這個位置 裏面的一些民居 來改造成一個餐廳的地方 和外邊一樣 這裏是無冷氣的 我們看到現在中午十二點幾 大家只靠著把風扇 吹著吃 吃到一身寒 有觀眾問 哇 你這麼熱 很多觀眾都知道 我很怕熱 這麼熱 還要來吃 話說這樣的 因為我覺得 是我吃過這麼多年 煲仔飯 我覺得這裏的煲仔飯 是最好吃的 如果你說要比較貼近它 可能去開瓶吃黃豉煲仔飯 也是不錯 但是那裏是一煲過的 但是這種是一個人的煲仔飯 是有不同的 好了 我們現在就來開始介紹 我們的煲仔飯先 我對他這裏的煲仔飯 評價是非常之高的 我們見到了 通常我來這裏吃煲仔飯 我是會要一個鍋蛋在上面的 通常飯來到之後 我是會有個習慣 是會還去拿些豉油 淋在那邊 但是因為 都不是好吃得鹹 所以就 減散了這裏 如果你拿了豉油在那邊 再淋 那些豉油的香氣 是會嗆一聲 入到飯裏面 是更加爽 好 那我們說回現在的飯 我們見到有個鍋蛋 其實它是會再配上 是一個青菜放在那裏面 但是我就不喜歡這樣做的 以前呢 我是會 要個老闆上餐的時候呢 就留個鍋蓋 我就放在鍋蓋上面的 當時的菜是會比較多的 我們見到今天的菜是比較少 我 那個飯送上來的時候呢 我已經拿開了 夾了在旁邊的湯上面 因為如果那些菜放在飯裏面 太久 它是會令到 那些飯 太濕了 之後我們試一下這個湯先 這個九幾湯 湯我們還是慢慢再介紹一下 我們說回那個飯 那這個飯呢 當你的鍋蛋和它攪散了之後 它的熱力 是不是會令到那個蛋 慢慢有少少好像熟了這樣 就好像一個炒飯裏面 那些蛋 我認為這個狀態是最好吃的 如果你是問我 你的評價這麼高 但是總會有些東西彈的 如果要我彈 我就會彈一下這個牛肉 其實肉片都是一樣的 我覺得它醃得會太久 而且這個牛肉價錢 相比肉片其實它都挺貴 現在牛肉都便宜了 它還買到23元 那都挺貴的 是的 但是誰叫自己喜歡吃牛肉 那今天都是會吃牛肉鍋蛋飯 大家看見了 一個鍋仔飯最重要是什麼呢 我認為是它的飯的乾身 但是又不可以硬過頭 它這裏呢 就做到剛剛好 即使你把蛋打了下去之後 很多人就會說 你打了蛋下去 如果那個時間弄得不太好 一來它就會熟過頭 會禽住了 黏住一塊塊 整塊塊 整塊塊 整隻蛋夾起都可以 如果好像我現在這樣 抓準時機 慢慢攪拌它 那就非常好 我相信很多老廣州 都是會好像我這種 這樣的吃法 我們都見到很多 食食之人 專門過來 撐桌腳 試一下這裏的煲仔飯 如果你說份量呢 跟我上次在荒村吃那裏呢 它確實真的少了些 但是最重要是好吃的 是不是 吃到這個狀態呢 我認為是剛剛開始 最佔入街景了 大家看見 飯粒上面 也都輕輕 會黏到一些雞蛋 雞蛋也都有 有蛋黃 也有蛋白 這個口感是很多層次的 也都不會吃得到 剛剛好吃到有的飯裡面 是很硬的 因為可能我個人 口味的問題 我都講過了 我的牙齒其實 就不是太好的 我是不喜歡 吃吃一下 煲仔飯 突然間有一粒 很硬的飯 是吃得會不舒服的 但是它這裏 完全不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它下面的飯焦 是會硬的 我們等會 會用另外一種方法 來吃它的飯焦 大家看看這個飯是很乾身的 也都有觀眾可能會去試過 在德政路那裏 有一間叫桃園的煲仔飯 那間煲仔飯在互聯網上 社交平台上也都是評價非常非常之高的 但是我呢 就自己相對 沒有那麼喜歡吃那間 因為我覺得 他們的飯 會濕深了一些 可能他放的菜比較多 不過我都是 很多年沒有吃過了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有不同 但是他好的地方 就是 他們會把那些爐頭 放在馬路面 很多食客都可以看著他出品 也是一種不同的體驗 好了 我們講一下豬潤湯 看看 放滿豬潤 有喜歡吃豬潤的觀眾 都可能知道 好 豬潤其實是一種很難處理的東西 雖然他價錢不貴 但是有時候 如果你過了火 就會太老了 如果不夠火後 生就不太好 豬潤是不是 我們剛才吃過那塊豬潤 稍微有少少過了火 但是都是安全為上 好 那我們的飯就吃得差不多了 我們會把湯倒進去 看看這個飯 這個飯 我剛才也說過很多次 我認為這個狀態是最好的 好 最後飯就吃完了 我們就 準備把湯倒進去飯裡 我不知道有多少觀眾 或者有多少食客 會像我這樣做的 可能我自己 牙齒不太好 就會用這種方法吃 不過其實我記得我小時候 當時還未讀小學 因為白鴨鴨鴨工作關係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我外婆 照顧我的 當時就是用牙餐來煮飯 吃到最後當然有很多飯 在那個時候 一九八幾年 物質當然是沒有這麼好的 當然是不會浪費糧食 所以每一次吃完飯 在飯煲底有飯 我婆婆都會 倒一些水 或者茶 下去 挖一些飯 當時是吃得很開心 所以 時至到今天 其實 很多家人都會 用到電飯煲 用了電飯煲 就沒有了飯焦 這件事 所以其實 如果要吃飯焦 也都 不是那麼容易 我們把湯倒進去 浸著之後 我們就開始喝湯 這些豆腐 如果有吃過九幾葉的觀眾 就可能會說 九幾葉很苦的 是不是 不知道大家小時候 有沒有幫過家裡 集九幾葉 其實我也是有的 當時還住在大南路的時候 媽媽就會買了九幾葉回來 我就負責撕 開始的時候 不會撕 逐快去撕 媽媽就說 你這樣撕 撕到什麼時候 後來 知道怎樣撕 一撕 就會撕出來 當時也吃了不少九幾葉 我們說回湯 大家都知道九幾葉煲的湯 是會有少少苦的 因為這道湯不會太苦 它應該是煮起無奈的 它不是那種煮了很久的 所以湯也都 喝到豬潤的鮮味 豆腐也是很滑的 剛才也看到 這個湯我對它的評價也很高 大家想想在廣州大熱天時 吃完煲仔飯 喝一口九幾葉湯 都是不錯 我記得 如果來到冬天的話 來這個餐廳吃 它應該是出西洋菜湯 到了冬天 就沒有九幾葉出品了 西洋菜湯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大家看看 我們夾起整份 九幾葉和豬潤 我們看到 其實豬潤的份量都不少 它這個湯 收十塊雞 我覺得不算貴 還有它還會有一個百元的泥湯 你看看 夠多熱 吃一下就會有條 狂的 是不是 這些都是 不是我之前跟大家去拍攝 看見那些 什麼中央廚房出品的 這些就是原汁原味 吃到差不多 我就會把那些飯焦 浸淋了的飯焦 慢慢刮到底下 那些豆腐啊 豬潤也吃得差不多 喝了那些湯之後 我們就可以吃那些浸淋了的飯焦 如果有觀眾 那些牙好過我的 其實就可以 不倒些湯下去 一邊吃飯焦 一邊喝湯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我自己就會比較喜歡 這樣吃 而且如果 你在冬天來到的時候 如果你吃得太久 其實一口湯 是會有變得冷的 那如果你倒進飯煲裡 又可以保溫 其實應該都是一個 幾好的食法來的 看一下這些湯 所有的鮮味 蔬菜的味道都在裡面 而且你還會偶然間 筆到一殼 好像這樣的 飯焦 現在的電飯煲 煮不到有飯焦 所以偶爾過來這裡 試一下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在影片剛開始的時候 我就說過 我覺得這裡是我吃過 最好的煲仔飯 這個是真的 據說附近 還有一間叫超技 我是沒有去過那間餐廳吃過 據說那間餐廳的煲仔飯 也是非常非常之高的評價 不知道下次我們有沒有機會去那裏試一下 但至於桃園的話 以前 因為 因為桃園 在 得正路那裏 那間桃園煲仔飯 是很近 我姑姐家 以前 放暑假的時候 就會去 姑姐家和表弟 或者表弟鄰居的年輕人 一起打麻雀 我姑姐是住九樓的 當時 打打麻雀 叫飯吃 通常都會叫桃園 因為他還會有送到上門的 話說十幾年前 其實很少會有送上做外賣的餐廳 所以可能當時就是這樣 桃園就越來越受附近街坊歡迎 差不多吃到尾 這一段也是最美味的 一口 一口 有湯 又有 煲仔飯的 飯椒 也有 菜 豬潤就 吃光了 整個餐 下來了 為到35元 價錢 確實就稍微有點貴了 你說如果每天來吃 當然是頂不順 吃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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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給我一個讚 如果還未訂閱我這個頻道 請儘快訂閱 請訂閱 請 按讚